和女友相恋七年没结婚 分手一个月她就嫁人了 相爱七年 结果分手不到一月 她就订婚了 她曾说最喜欢我这样乖巧的弟弟 还说女大三抱金砖 对我展开猛烈追求 转身她就跟别的男人缠绵在一起 当面秀恩爱 玩弄我的感情 我的心彻底死去 我刚从包厢出来 就听见里面柳如烟的嘲讽 看到了吧 我都说了 严良就是条赖皮狗 只要打一个电话 不对 发一个消息 她屁颠屁颠就过来了 与她一秋之河的朋友大笑 燕燕 你也是够损的 让人家冒这么大的雨 给你送个掏耳勺柳如烟吃笑了一声 不以为然道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我站在门口 不知所措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话是自己相爱七年的女朋友说出来的 新来的 洗手间直走左拐 一个沉稳又熟悉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 我差点忘记了 手上还有刚刚她呕吐的污秽物 而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在柳如烟的电话里 听到过很多遍 甚至身上的烟草味 也闻到过很多次 紧接着她进去了 清妮又自然地搂着柳如烟的腰 抱歉 我来晚了 她见柳如烟的小姐妹 给她使眼色 便又看向我 烟烟 你认识新来的服务员 这我一个弟弟 柳如烟朝我皮笑肉不笑地说 先回去 我这还没结束 她的小姐妹脸上 也都是看热闹的表情 最后我准备走的时候 柳如烟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把门带上 我照做的那一瞬间 里面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哄响 我心一阵抽疼 胃里也是一阵脚痛 我亮亮呛呛地跑到洗手间 用冷水洗了把脸 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 她好像从来没有记得过 我打了个喷嚏 看着镜子里 红着眼睛的自己 真是觉得可笑又狼狈 我知道她向来娇气 有洁癖 所以在她给我发消息 让我去送套尔勺的时候 我忍着胃里的不舒服 立马去给她送 因为车被她开走了 打出租车又遇上高峰期 我担心她着急 所以我冒雨骑车过去的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成了骆汤鸡 她看到我的第一眼 傲慢地说了一句 我的掏耳勺没事吧 想到她说的那句话 我的心瞬间纠痛在一起 本来我是打算今晚求婚的 给她一个惊喜 她21岁时 曾一脸甜蜜地说 等我毕业就结婚 后来我毕业了 自己也准备向她求婚 她却说 让我先工作两年 稳定了再说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三年 甚至小有一番成就 她却似乎忘记了 结婚这件事 每天都玩到很晚回家 每次回来 身上都会带着些许烟草味 我从来不吸烟 她也是 或许她就是觉得 不论她怎么做 我都会留在原地等她 可当她那些荒唐事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也会受伤的 我在会缩里 等与夏小才回去 但没想到 雨晓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哆嗦着准备开门的时候 听见里面传来高亢的叫声 要是掉在地上的那一刻 我回神 紧接着就是满腔的愤怒 可我开门后 却只是站在那 手脚似乎僵硬住了 窗户透进来的月光 令我依稀看见 我精心准备的大数玫瑰花 被无情扔在地上 践踏的稀碎 藏在花里面的钻戒 早已不知去向 直到灯被打开 柳如烟穿着一件吊带裙走出来 语气有几分惊讶 但更多的是厌恶 你怎么站在那 不站在这 我还要进去观赏你们吗 不站在这 我还要坐上沾满浑浊的沙发吗 他满脸嫌弃地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我努力让自己那颗翻腾的心冷静下来 使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狼狈 出声 我们出去一下 我有时跟你说 有什么事在这也一样 他懒散地依靠在门边 眸光淡淡 他怎么可以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我喉咙一股甘甜涌上 那你让他出去 我的拳头钻得咯咯作响 够了 炎良 别得寸进尺 我让这个第三者出去 就是得寸进尺 一股怒气直冲脑海 紧接着那个男人从屋里走出来 手上拿着一根香烟 打在他肩上 挑衅之意明显至极 这不是你做服务员的弟弟 说着他把烟蒂给柳如烟 让他吸上一口 整个下来 仿佛我才是第三者 我才是局外人 你还不走 柳如烟没心没肺地笑着对我说 这模样这话彻底让我失控 这明明是我的家 我上前要和那个男人撕打的时候 柳如烟却皱眉拦住我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转身他就去亲吻男人的唇角 轻哄着 宝贝受惊了 他轻笑一声 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还经不了说着 两人又缠绵在一起 他追我的时候 也曾像刚刚那样 喊我宝贝 不在乎其他人的目光 热烈地缠闹着我 可现在 他不在乎的是我的目光 听着里面的叫声 真是讽刺极了 我很想问问他 这是为什么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心 我们七年的感情 就这样被他作梦 心里的悲愤与执着 迫使我赤红着眼睛把门踢开 出声质问他 为什么 我的打扰败坏了他的兴致 他直接起身穿上黑色大衣 带着那个男人走了 毫无留念 柳如烟是我的学姐 我大一那年 我们在一起了 七年的感情 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结尾 我喝完微药后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们公司提供高管住宿 一室一厅 但是我为了柳如烟 选择出来和他一起租房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 我的东西不多 很快收拾好了 只是在抽屉里 看到两人的恋爱相册时 鼻头忍不住一酸 从第一年刚在一起的时候 再到第二年第三年直至往后 最后还是空白夜 我耳边似乎响起 他娇气又甜酷的声音 这本相册会记录我们 从黑发到白头的所有回忆 第二年回忆填满 第三年的已完成 炎凉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四年 我的手放在相册上 终于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原来到最后 当真的只有我 收拾好情绪 天已经蒙蒙亮 雨也停了 我也该走了 毕竟这里马上会迎来 一位新的主人 我要是再犹豫着不走 那才真是自讨没趣 只是脑海里 闪过那一张 沉稳至极的面庞时 当然有些不甘心 他应该比柳如烟 大几岁吧 或许和他一样 家里都挺有钱的 也是 反正在他眼里 我就是个弟弟 比不上他的好哥哥 他的好大叔 想着我内心又是一阵酸涩 我爸妈是公务员出身 本来我的人生规划 是考个研究生 最后再考个编制 和我爸妈一样 当一个公务员 但我在18岁那年 遇到了柳如烟 他热情奔放 开朗明媚 与我的性格截然相反 在面对他热烈 又勇猛地追求时 我投降了 甚至不知从何时起 从这场追逐中 我由主动变为被动 只要他想 随时都可以把我丢弃 他最先的招惹 如今也是最先放弃 不带一丝眷恋 出来的时候 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当年刚搬到这里的家时 屋内空气也是这般 可现在剩下的只有污浊 我只有走出房门 才能感受到新的空气 之后搬家师傅 把我东西送到了 公司提供的宿舍 我们总裁很欣赏我的能力 所以他之前早就让助理 把宿舍的钥匙给我了 即使我不住在那里 不过当时 我上司有些不理解我 放着这么好的宿舍不住 为什么要去租房住 那是因为 柳如烟说他害怕黑 而且想跟我住在一起 说有家的感觉 可现在 他满脸嫌弃地看着我 你怎么还不走 也是 现在给他家的感觉的人 不再是我 紧接着我接了上次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被解雇了 所以 房子也收回 电话那头传来的嘟嘟声 给了我当头一棒 就在刚才 我还庆幸我有才能 有工作 但没想到 老天又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落魄 最后经过一番周折 我自己租了大学城附近的房子 那里算便宜 而且交通也还算可以 就是环境有些差 不过还是可以忍受的 等我收拾好家 已经接近傍晚 我拿出手机 下意识就去看柳如烟 有没有给我发消息 遗憾又可笑的是 什么都没有 而且消息止不于昨天的一句话 给我送个掏耳勺 而再往上翻 居然是半月之前的聊天记录 我主动跟他说 我要去出差几天 他没有回复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聊天大多是我主动发起 而他大多也不会回复 久而久之 我们互发的消息越来越少 有时候能隔两个月 我以为他可能是工作忙 但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却笑着回手机上的消息 甚至他太过投入 而听不到我跟他说话 那时 我应该明白的 应该明白他只是对我工作太忙了 后来我出差回来 我发现我给他亲自烤的面包 硬得可怕 还长出了美点 而我给他买的他爱吃的点心 因为没有及时放在冰箱 也全坏了 后来 我才知道 他那几天都没在家待过 我的手忍不住继续网上翻阅聊天记录 看到他给我发的自拍照 我唇角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扬起 在网上 我们的视频聊天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 我们的爱意不再满足于文字 那时候 我们都还是大学生 即使每天都见面 可还是会在睡前打几个小时的视频电话 他会不停地跟我说 好喜欢弟弟 宝宝真好看 严良 我好爱你 我似乎看见了他穿着一身黑色长裙 微缕发丝 问我 严良 你什么时候会爱上我呢 我突然手微颤 把手机掉在了地上 痛苦再次清洗着我的心 当初那么爱我的柳如烟 如今 爱上了别人 之后的几天 我各种投简历 却发现所有公司都拒绝收我 大公司 小公司都不要 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单独干 就这样一台电脑 一个简陋到极致的房间 干了小两周 倒也有些收入 中午我去外面的吃饭的时候 我低头着在想工作 直到我眼前突然出现一双黑色高跟鞋 走路还乱想 我微睁 熟悉的声音 让我忍不住抬头 柳如烟眼底微微含笑 将发丝别在耳后 举手投足间近视风情 他本来就是的大美人 我知道的 但再次见面 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毕竟在一起七年 他一双多情的眼眸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严良弟弟 最近休息得不好吗 满脸疲惫说出来的话 要多好听有多好听 我抢装自己淡定 准备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 他拽住了我的胳膊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啊 不带我过去看 说到一半 他似乎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分手了 我没有义务带他去我住的地方 他垂眸笑了两声 掩饰自己的失态 随后说有事情找我帮忙 我不由低头看着那张美得不像话的脸 开口 要是没遇到我 你会打电话找我帮忙吗 他点点头 我心里微微移动 什么事 他说在外面说不方便 要回我住的说 于是我买了一份饭回去 等回到家后 他开口 有份贵重文件丢失了 我想请你帮我找回来 我专业式计算机 虽然只是大学学历 但我的能力称得上顶级 顶级黑客 虽然黑客两个词算不上很好 我插上他给我的用盘 在看的过程中 我问了一句 你的服装店 不需要这么私密的文件吧 柳如烟是开实体服装店的 是投资方 他站在我旁边 点点头 我男朋友的 听到男朋友这三个字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顿住 如雷轰顶 心也如坠冰枯 先前的动容 仿佛是个笑话 你对电脑一向了解 身边的人倒还真不如你说着 他轻笑两声 我却依旧沉浸在 他有男朋友的事情上 甚至出声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有的 他也没有隐藏什么 直接说前几天在一起了 可我们才分手不过半月 甚至都没有正式说再见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不自觉钻紧 额角的青筋也因为隐忍克制而明显突起 对了 我要订婚了 你不对我说点什么祝福吗 临走的时候 柳如烟还笑着跟我说 有什么困难找他 大约是觉得我住得很落魄 就像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他的妈妈直接说了这句话 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们 奄奄心地太善良 我知道 他妈妈的前台词就是在说 我想找个富婆吃软饭 他女儿被我骗了 但那个时候 柳如烟轻腻地和我依偎在一起 跟他妈妈说 什么 我男朋友很棒的 能力可强了柳如烟的爸爸妈妈 是商人 资产千万 而我和他家相比 只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庭 所以当时他们听到柳如烟的话时 只是相识一笑 再后来 每次过节 我都会给他们买在我能力范围内 最好的礼物 甚至我也会问柳如烟 他的爸爸妈妈喜欢什么 有一次 他跟我说 他爸爸妈妈喜欢听戏 但是没票了 我那时候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了两张 可我满心欢喜递过去的时候 他们笑着说 小言呐 有心了 以后不用浪费这个精力和钱 我们看戏 都是要前排的 对了 我们准备去国外看舞台剧演出 这场等下次吧 我张口想说什么 可是发现所有的话都显得太过苍白 慢慢的 我也不再过多过问他的父母 也尽量不去他家里 柳如烟却曾为此跟我生气 严良 你不去我家 怎么跟我爸妈弄好关系 而且别人都能跟我爸妈相处好 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你根本就没用心 我当时苦笑了两声 想要辩解 可他却不理解 不理解我的用心 在他父母眼里 就是想要上位的一个凤凰男而已 表面对我客气尊重 可实际上处处是轻视 我记得自己唯一一次主动跟柳如烟吵架时 是他妈妈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我心情郁闷至极 准备去夜市喝一杯 结果看见一个女孩坐在街边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本来想走的 但又想到这里人烟携手 他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多不安全 于是上前提醒了一句 让他早点回去 不料 我刚说完 他哭得更惨了 好像是我欺负了他一样 我甘大地站在那里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直到那个女孩儿哽咽出声 我的论文被人删掉了 找不回来了 马上就要给导员了 说完他哭得更厉害了 论文丢失 怪不得 而且还是被人删掉的 也不知道自己哪里的善良 走到他身边说了一句 我可以帮你恢复 不过 你把你的电脑 或者存过论文的U盘给我 他听到我的话 哭声才慢慢变小 真的 真的吗 我点点头 随后我跟他加了联系方式 互相给了个名字备注 明天给他处理 就这么一来二去 我发现我的情绪 似乎也没有那么糟了 第二天 我跟沈宇 约定在附近的奶茶店 但确实不太容易 我跟他说 我先拿回家了 我又怕他觉得我是骗子 于是把他带回家 告诉他 这是我住的地方 我不会跑路的 他眉眼一弯 一脸坚定地说相信我 我愣了愣 他的眼神 的确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比如 我完全可以随意给他一个地址 撒谎 但庆幸的是 我不是那种人 后来 我的确是费了一番功夫 不过好在 找回来了 我给他发完消息 他说下完课就过来 这几天 我也的确累了点 所以我想着躺在床上刷个微博 看看有没有什么挂 但没想这瓜居然就在我身边 强强联合 豪门千金与富商总裁的订婚宴 热搜的男主人公 一手轻扶女主角的腰 另一只手微服身 替他提起裙摆 防止他走路半岛 贴心又充斥着战友欲 引得网友评论 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 可照片却刺晃着我的眼 那个女人 是柳如烟啊 我知道她穿婚纱 定会惊艳四座 也知道她身边 一定会有一个为她提裙摆的人 我曾以为会是我 她曾经满眼光亮地跟我说 严良 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要穿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尾裙 不对 还要很长的 然后 然后你给我提裙摆 秀他们一脸恩爱 可是啊 现在你和别的男人 再给我秀恩爱 而那个男人 就是他带回家的那个人 柯柳如烟说 他们刚在一起不久 真是可笑 可笑至极 就因为我是个普通人 所以就可以随意玩弄别人的感情嘛 凭什么 凭什么 想着我起身将椅子踢到在地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严良哥 不知不觉我眼角竟然滑落一滴泪 我擦了擦眼睛 然后把椅子扶起来给神语开门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说着他凑近 几乎要贴近我的怀里 我略选狼狈的退后几步 摇头回了一句没事 然后把电脑给他 他道了一声谢谢 但是没有找到文件在哪 我走近给他说从哪里找 那个地方很隐秘 以后也不用担心被人删掉了 他抬头说谢谢时 唇却擦过了我的下颌 你们在干什么 柳如烟一脸愤怒地看向我们 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可现下 我和神语似乎真的有些过分亲密 我站直不动声色往旁边移了几步 随后看向柳如烟 他外面披着一个外套 里面穿着订婚宴的礼服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错开目光 用着最冷漠的语气问他 他踩着高跟鞋来到我面前 脸上闪过一瞬间的尴尬 可很快他又出声质问 他是谁 我说他管不着 请他出去的时候 他漂亮的容颜 却多出几分失控 严良 现在这种大学生 只是表面单纯而已 你还不知道背后事 不等他说完 我直接打断开口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些 随后我把神语送出去 道了个歉 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脸上的阴沉散去不少 语气也软了几分 严良 他不适合你 我真被他欺笑了 他不适合我 你适合我吗 订婚礼服挺好看的 祝福你 以后我们乔归乔 路归 严良 他阴色颤抖 大喊一声打断我的话 甚至我在他眼里 看到了紧张 他站起来 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只是订婚而已 你不用担心 我也不是一定要嫁给他的 严良 再等等我 我还没想好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可以一脸无害 又冠冕堂皇地 说出这句话 伤害我的人是他 不爱的人也是他 甚至刚跟别的男人 订完婚 下午就又来 找我说这些 没有边界感的话 他怎么能说的 这么理所当然 严良 在这之前 别和其他人在一起 好吗 不行 我义正言辞地拒绝 凭什么他要我等 我就等 我等这么多年 换来不还是他的背叛 他的抛弃吗 他听此不仅没生气 反而笑了笑 那你是想跟 那个女孩儿试试 别做梦了 严良 他一身高定服装 你能处理好 和这种大小姐的关系 或者说 你高攀得起吗 他眼里不加掩饰的嘲讽 带着浓浓的恶意 只有我 才愿意要你的 我气得胸腔发胀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没想到他笑得 更加开心了 严良弟弟 我还会来到 之后柳如烟 的确每天都过来 还不停地给我带饭 我越是对他爱搭不理 他越来进而 荒谬至极 之后我拉黑了 他所有的信息 甚至也不再给他开门 他却换了个法子 居然让外卖小哥敲门 然后他趁机进来 跟我说 这是他新做的糕点 请我品尝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给他做饭 做糕点 但我做 是因为他喜欢而已 我并没有太多兴趣 等我把人赶走 把他送的东西 分给了楼下一些 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只是没想到 第二天 柳如烟的未婚夫来了 他找人直接把门踹开 然后我被几个大汉 摁在地上 不得动弹 那个男人冷笑一声 随后脚直接踩在我的脸上 严良 本事挺大啊 敢勾引我的未婚妻 是不是让你找不到工作 还不够狠 得砸了你的电脑才行 你才能安心地 滚得远远的 说着他的脚用力 我赤痛 心里更是屈辱至极 原来是他让我失去了工作 也是他联合其他公司 不要我 就因为他的权势 所以就没了公道 是吗 我赤红着眼睛 想要挣脱 他却直接上手 把我的电脑砸在地上 我大叫 不那里面 有很多我客户 发送过来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那是我过世的姐姐 送给我的 送给我的电脑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无力 我的手紧紧扣着地板 似乎支架都因为愤恨 而给地板添了几道划痕 他肆意嘲笑着我 说我像条狗 然后又狠狠砸着我的电脑 我胸腾中翻涌着强烈的怒意 还夹杂着一丝难以遏制的恨 血液在身体里奔腾不休 他一边出言羞辱我 一边踢踹我 但没想到神语来了 你干什么 沈天放 你快放开他 不然我就告诉爸爸 神语 你在这干什么 我 你快让人放开他 然后他做事掏出手机 沈天放似乎很害怕 神语的爸爸 于是他让人放开我 还跟神语说 我勾引柳如烟 让他远离我 神语只是皱眉 把人赶走 但临走时 沈天放出言威胁 别妄想不该属于你的 我目光呆滞地看着被砸扁的电脑 紧接着神语来了 他把我扶起来 然后红着眼睛 一副要哭不哭的表情 对不起 我替我哥哥跟你道歉哥哥 沈天放 神语 所以 他们是一家人啊 真是讽刺 你走吧 以后别来了 我是惹不起他们 肆意私闯民宅 还随意打人 神语连忙跟我解释 不是的 他是我爸爸的养子 我和他不一样的 我 我是来这边上学的 他 沈小姐快走吧 我真的太累了 他见我态度这么坚定 转身跑了出去 而我也开始收拾这满屋狼藉 我准备搬家的那一天 柳如烟来了 他脸上带有几分歉意 眼底似乎也多了几分心疼之意 对不起 对不起 严良 我不知道他会来找你 也不知道 柳如烟 别再纠缠我了 行吧 你就当大发慈悲 放过我行吗 说完我继续收拾我的东西 他却拽着我的胳膊说 严良 我都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了 我给你补偿行吗 你要多少钱 够了我大喊一声 甩开他的胳膊 平息着心中的悲愤 他似乎被我这个模样的我吓住了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他发过脾气 可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忍 也忍不下去了 在你们这些世家子弟的眼里 钱可以摆平一切是吗 我们七年的感情 我自认为算是一名合格的男朋友 合格的伴侣 我担心你吃外面的饭不健康 不营养 我每天给你做饭 甚至学做你喜欢的糕点甜品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跟别人说我就是一条赖皮狗 罩之急来 挥之急去 每每想到这些委屈又糟心的事 我胸腔处就仗得发慢 甚至阴色都带来些阴客之愤闷而染上的颤抖 还有你的父母 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 其实 你也可以看出来的 所以 我们不合适 好聚好散 柳如烟沉默一会儿 随后用以前看着我的眼神跟我说 我只是没有想清楚 你知道的 我有选择困难症选择困难症 我又一次被他的话震惊 紧接着我就笑出了声 还用选择吗 你已经订婚了 你不晓了 柳如烟 只要你回去不再来找我 他也不会来找我麻烦 本来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的 那我们 不能做朋友吗 我摇头拒绝 那你看着回答我扬装无视地看向他 但最后眼神还是闪躲了下 他捕捉到之后 唇角扬起一抹微笑 你还爱我 他说得很肯定 我也回答得很肯定 会不爱的 他听到这话不以为然 反而是踩着高跟鞋 无比骄傲地走了 他似乎很笃定 我会在原地等他 可惜 我不是赖皮狗 我搬家了 之前单干互联网 也算挣了一些钱 而沈宇从微信 给我转过来一笔钱 说是补偿我的 虽然我不喜欢沈天放 甚至对那些富家子弟 都起了厌恶之心 但好歹 我也不是牵连怨恨别人的人 钱我是不会收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的事业越来越好 工作也越来越繁忙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想起来过柳如烟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也跟他们说我分手了 他们什么也没说 只是说别让我太辛苦 累了就回家 我的家在襄阳市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是我上大学的地方 再后来 我也考虑了一下 毕竟是我爸妈 只有我一个孩子 我决定回襄阳 只是没有想到 在那里我遇到了沈宇 他在我家附近小区做义工 我本来想装作没有看见 直接走的 但他却笑着喊了我一声 严良哥我不得已停下脚步 回了一个招呼 严良哥 你来襄阳发展了吗 他看我提着箱子 我跟他说 我是襄阳本地人 他瞪大两只眼睛 让我想起了 我家里养的猫儿 真的吗 我也是襄阳本地的 我也的确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然后跟他客套了两声 准备走的时候 他小心翼翼地 拽住了我的衣角 严良哥 我给你发消息 你回我一下好吗 他眼神那么真诚 说话又那么软弱 我都在想 如果我拒绝了他 说不定会哭鼻子吧 我最终点点头 然后回家 回到家的晚上 我就收到了 沈宇发来的消息 他邀请我去吃饭 紧接着又是几条 别拒绝他的文字 我答应了 但我没想到 第二天 他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方 似乎野威打扮了一下 严良哥 我约你来 其实是过来 澄清你对我的误会 我是襄阳人 我只是去江城上大学 我跟沈天放 只是名义上的哥哥而已 甚至从来没见过几面 我也不太了解他 说着他眼睛一红 语气带有几分委屈 仿佛下一秒就能哭出来一样 他很早就脱离了我爸爸的掌控 他订婚什么的 也没有跟我爸爸说 我也不清楚他要娶的人是谁 总之 他就是一条白眼狼而已 果真他哭了 我什么都没说 然后我递给他纸巾 他哽咽着说了声谢谢 然后又说还有一件事情 想让我帮忙 我爸爸现在年龄大了 对公司有些力不从心 公司是开发互联网的 我知道你很厉害 所以 所以能不能邀请你 加入我爸爸的公司 行吧 原来是拉我去打工的 我拒绝了 我跟他说 我现在单干也挺好的 自由 然后我把饭钱付了之后 离开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医院 我妈笑喘犯了 还有一个女孩 及时给我吃了药 又送我来到医院 然后我发现 这个人是神语 我想感谢他 请他吃饭的时候 他却跟我说 要让我去他家吃饭 这样就算感谢了 碍于柳如烟爸妈那样的人 我本来不愿意去 甚至提出换一种方法 可这姑娘直接说 那你就答应做我男朋友好吧 我选择去他家吃饭 但是相处下来 我发现他的爸爸妈妈 真的是很有教养的人 而且看得出 神语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被家庭保护得太好了 之后 他的爸爸 跟我交谈了一番互联网 我突然觉得 相遇恨晚 所以之后 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去了他的公司 短短几年 我把公司做到全国前三强 当然这付出的是时间和精力 我经常没有办法回家吃饭 可又经常能吃上家里的饭 都是因为神语 他不管多忙多累 天气怎么样 每天都会给我来送饭 并且监督我吃完 他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之后我遇到我的前任上司 他对我可是带着无尽的讨好 还主动说出 当年辞退我的事 原来沈天放在过来谈合作的时候 在员工墙上看到了我的照片 于是他让老板辞退 就跟他合作 在江城 沈天放的公司算是龙头 可现在 物是人非 他已经濒临破产 我心里倒是痛快了几分 至于那个女人 总有些人出现在自己生命中 教会自己些什么 不是嘛 一下飞机 我就被沈宇抱了得满怀 他神神秘秘的 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我跟着他去了 他带我去的 是他准备好的求婚现场 我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也在 当他拿出戒指的那一刻 我鼻子一酸 随后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轻语 傻子 应该是我跟你求婚 紧接着我就拿出了自己准备的戒指 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了 他要跟我求婚 我爸妈说 我不能这样欺负人家女孩 要我先入为主 我当然不会放开 这么善良的人了 我单膝跪地 抬头看着他 沈宇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又哭了 果真是水做的 他点点头 带着哭腔说 我愿意爱情就是这样 认真寻找 总会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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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